我是RJ 這個禮拜呢 我們陸續都有 不同的新的民調數字出現 那我們先談一下 上個禮拜五 最新的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是關於這個台北市的 總統大選的民調 那關於這份民調的話 我們趕快請我們的專家 吳子嘉董事長來說明一下 這份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的結果 我大概解釋一下 美麗島民調現在是 每個月做四次民調 一二三四次 那我們的週一週二週三 是在做的是六都的民調 每一個城市 做民調 然後週四第四週的時候 我們做國政民調 一如既往的 就是每個月二十五號 做國政民調 國政民調的時候 除了一些基本調查以外 同時做總統大選民調 也就是說 每個月有三個 不同的城市的民調 然後加上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全國性的民調調查 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每一個不同的區域 的這些變化 也可以看到全國性的變化 這是目前全國唯一的 用這種固定的時間 然後定要經常性的 持續性的 我們會一直做到 大選的一月十一號為止 這就是今年的美麗島民調的這個主要的這個計畫 那從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我們就做從 五月初開始 我們做了高雄 做了台南 包括上禮拜 我們做了台北 結果從高雄台南跟台北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變化 其中這個變化的主要是誰呢 就是韓國瑜市長 他在高雄的時候 他的信任度 跟他的滿意度 都呈現一個分歧的狀況 也就是支持者 跟不支持者 都是剛好將近50%對立 就是高雄呈現了非常清楚的一個 藍綠對立的一個狀況 那藍綠對立的狀況 跟他當時在去年的 十一月十四號 他勝選的時候 他大勝的大概有 以換算成 這個百分比的數字來看的話 大概勝了百分之五點多了 結果他到了 經由他四個月的執政 突然間 因為 變成 藍綠開始對決 那時候做了民調 第二週的時候我們做台南民調 又發現一模一樣的情況 在316的選舉的時候 我們記得 韓國瑜那時候去幫謝龍介輔選 萬人空巷 幾千人的場合 包圍了他 那個韓流 這個很少台南市 把這個綠營的綠的出資的那種台南市 都差點了 翻了鍋 結果 選舉的結果出來當然因為 這個賴清德的這種 持續的努力跟郭國文的加油了 結果謝龍介失敗 功敗垂成 從316 到5月初發生什麼變化呢 又回到基本盤 結果韓國瑜在 台南 只拿到大概20個百分點而已 所以 韓流在台南也退燒了 在高雄 恢復基本盤 也退燒了 就是藍綠 對決了 然後到了台北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 藍大於綠 又回到基本盤了 也就是說在台灣現在的選情 當你的總統選舉不斷的在升溫升溫升溫 對次拉高的情況之下 藍綠各自會回到基本盤 藍綠的支持度也跟著升高 像我們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的民調 開始上升 是 蔡英文的民調上升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上禮拜五做的民調 就發現一個情況 藍綠都上升 藍綠上升變成誰被邊緣化了 柯文哲被台北市邊緣化 這是我們上禮拜五做的一個民調的現象 然後呢 藍大於綠 藍大於綠是台北市的一個現象 藍綠大概差大概7個百分點左右 藍綠的聲勢在台北市高漲 結果出現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組合 我們發現 紗卡都 大概是介於33 到40左右 韓國語在紗卡都大概33 我為什麼特別講韓國語 因為出現一個非常神奇的變化 就是突然間郭台銘在上個禮拜 我們的民調裡面 我們的民調裡面是在五月初做的民調 五月初做的民調裡面 郭台銘居然 贏了韓國語 就是根據國民黨的規定 他叫做對比式民調 對比式民調的情況之下 郭台銘 得到的是37.9 到 47.3 所以我再重複一下 韓國語是33.8 到40.2 所以郭台銘是37.9 到47.3 所以郭台銘呢 贏了韓國語 大概贏了五個百分點到七個百分點 郭台銘的情況變成這種情況 這是走勢出現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走勢出現一個反轉的情況之下 郭台銘突然間在台北市 大贏這個韓國語 當時我就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城市的一個 單一現象 不足為奇 可能還會有看全國 可能不一樣 然後呢 我在禮拜六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有台的電視節目 有一位評論員 叫陳輝文 他也在公開的時候 他在 在這個 電視節目裡面 呼籲 請郭台銘退選 所以他說郭台銘要退選 因為郭台銘你輸給韓國語啦 所以你應該退選 不要影響到韓國語的總統之路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的民調做的 明明郭台銘是贏韓國語 這些人都不看民調嘛 我會想到 因為美麗島民調 他們南軍可能不太看 我大概想這個事情 結果今天出現一個 非常有趣的變化 聯合報 的一個總統支持度變化 聯合報出現一個 韓國語 跟郭台銘的比 都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數字 就是 韓國語跟蔡英文比 韓國語贏蔡英文六個百分點 然後郭台銘 比蔡英文贏十三個百分點 然後如果用 國民黨的規定 所謂的對比式民調的話 郭台銘 跟蔡英文比 韓國語跟蔡英文比 郭台銘贏 韓國語兩個百分點 聯合報 不是美麗島民調 聯合報民調發現 郭台銘 在對比式的方面 贏了 全國民調贏了 韓國語 這是比蔡英文 當你看到的 韓國語比 賴清德 是40比39 大概平分 對不對 但是郭台銘比賴清德 贏了七個百分點 郭台銘 就在同一個民調裡面 又 勝了七個百分點 勝了賴清德 這很奇怪 這一次的民調上面 郭台銘 在跟這個賴清德比 跟蔡英文比 都比韓國語 跟他們的相比較情況之下 都高出很多 一個 所以 那直接數字來看的話 郭台銘 贏韓國語 跟賴清德比 贏三個百分點 郭台銘贏韓國語 贏三個百分點 然後郭台銘 跟韓國語 跟蔡英文比的時候 這時候的對比 郭台銘贏韓國語 兩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 郭台銘在 聯合報的 民調裡面 對比式民調 按照國民黨的規則 他的數據 是 聯合報贏了韓國語 這個現象還沒有開打喔 國民黨初選沒有開打 有啦打了啦 他們都已經出來跑了 出來跑了 那我現在要講的 很諷刺的就是說 我的 朋友 陳輝文 在上禮拜 大聲呼籲 拿他的iPad 告訴大家 請郭台銘退選 我現在告訴陳輝文 你看看聯合報的民調 請你 請你收回這句話 因為這個聯合報的民調已經告訴我們 郭台銘已經贏了這個 這個這個韓國語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逆轉的現象 但這中間的有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如果沙喀都的話 如果說沙喀都 這個 這個 叫做 這個叫 柯文哲如果進來的情況之下 那柯文哲變第一名 然後郭台銘跟韓國語都第二名 然後這個聯合報 對蔡英文非常不公平 結果蔡英文只有拿到20% 這個我覺得很矛盾的一個數字 因為 蔡英文在沙喀都如果只有20的話 可是蔡英文的奇怪了 蔡英文的聲望的變化 他高達34%你看到沒有 他的支持度剩20 結果他這邊是34啊 蔡英文怎麼可能在沙喀都 他輸給他自己的支持度 他的滿意度 他一個是滿意度一個是支持度 其實同樣反應 這個差了14個百分點我覺得 聯合報比較 那當然這裡面有一個變化 變化在哪裡 就柯P太高 就是我來比較 我來比較就是說 聯合報做的柯P的民調 都做到了柯P有高達到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二 跟百分之三十一啦 可是你當你看到了 這個美麗島民調的時候呢 柯P在台北市就22啦 外縣是不敢講 我們現在不能比 那美麗島民調 在這個月25號 要做全國性的比較 我們現在來講說 我認為柯P在這邊呢 變成 第一名 在聯合報如果柯P第一名的話 這對柯P是一個非常大的好消息 那我認為你的好朋友 柯文哲 看到這個民調 他一定會出來選總統 他今天在議會已經講了 他說那個 民調看看就好了 他跟 今天早上那個 汪志斌議員 諮詢他的時候 他又直接跟汪志斌議員講說 這個民調看看就好了 那個數字都是可以做的 這個是他的做法 這個是他的說法 柯P去收買聯合報幫他做民調嗎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 民調呢 就是看看就好了 參考他的趨勢就好 不要在意他的數字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他選舉為什麼要看民調 柯P那你認為柯P會不會選 我認為 這個他自己也還都不知道答案 他昨天在高雄的時候他也跟大家講 說 我 受到大家很大的托付 哇這個記者就以為 這個鯊魚聞到穴 就以為他要宣佈參選 結果他說沒有啊 我覺得大家都來請我吃飯啊 大家都自動自發來聚會啊 我覺得這個對我希望很大啊 所以我是要很感謝大家 我要好好的做啊 他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他目前為止 他還是沒有鬆口啦 但是啊 阿傑我現在跟你講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按照聯合報的做這個 做這個民調的數字 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吧 柯P如果進來參選的話 是百分之一百改變選情 是 對不對 因為你看很清楚 每一條電子報 只要他進來就改變選情 在柯文哲是這一次選舉裡面的最大變數 而且目前看起來都是國民黨佔優勢 國民黨領先嘛 但是柯文哲一進來之後呢 就會變成 柯文哲可能會領先 或是國民黨 內部 你看 國民黨如果殺他都的情況之下 這個 韓國瑜勒 還有可能領先 郭台銘三個百分點 在這邊 有29 31 三個百分點 柯文哲如果撒卡都跑進來的時候 原來 郭台銘是贏 韓國瑜的 變成輸給韓國瑜 所以這中間產生這個變化 那其實 董事長 我們在這邊看很多民調的 關於撒卡都的偵查 他們講到撒卡都的偵查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的結論都是 柯文哲出來了之後呢 就藍軍得利 到目前來看起來的趨勢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 一對一的對決 比如說小英跟藍營對決 或是 賴清德跟藍營對決 看起來他現在都是在 分庭抗禮的狀況之下 可是在 如果是撒卡都的狀況之下 這一份 聯合報的 這份民調 是第一份看到 柯文哲在撒卡都裡面勝出 而且他跟 三月的時候 這張我們可以看到 他跟他之前的調查 他上升的幅度都 非常的大 那董事長 您對這個 您有什麼 我現在講一個 現在才五月份 我們今天是 5月下 5月20 520 我們再看三個月 再看三個月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事情 這個關鍵問題 那柯文哲選會不會贏 柯文哲按照現在這種百分比 我認為兩個條件 柯文哲一定要組黨要有立委 他如果下來選的話 柯文哲一定會有一席之地 因為柯文哲不管怎麼搞 他都有20%的實力存在 也就是說20%的實力存在的話 他就穩穩的坐在那邊不分區 大概就是七八席 那他的選票就七百萬票 柯文哲組這個黨 跟這個立委 就有搞頭了 所以董事長所以大家都說你 我每天要鼓勵柯文哲出來選主黨嘛對不對 但這個家傭太鬧了嘛 超不帶種的你知道嗎 這個家傭實在是我 非常憤怒 他想去到他辦公室去砸他的杯子 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只要出來主黨 出來號召立委出來選舉 他不分區就是八席左右 然後他才有可能 再繼續幹幹幹幹幹幹 有可能對關鍵的總統 產生影響力 他就變成台灣的一個 總統的一個 keymaker 他是叫做keymaker跟keymaker 一個是造王者 一個是關鍵製造者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觀眾看到我講這段話 一定要開始寫email 要在柯文哲的欄顏上面留言要幹他 要叫他快點出來主黨 因為他一主黨 他就會改變了台灣整個政治生態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台灣政治為什麼會那麼沉淪你知道嗎 為什麼民進黨感那麼囂張的在 絲毫 不考慮 任何情況之下你最近有個新聞你們有沒有看到 馬英九跟吳敦義 開始限制 去中國大陸的時間 那限制的時間拉長兩年 你有沒有發現國民黨很鬧 民進黨想幹什麼都能幹什麼 那今天很簡單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故事 當年在20年前民進黨就17席立法委員的時候 國民黨不敢動 民進黨吃嘻嘻你知道嗎 我們民進黨從年輕就吃定國民黨了 接著變成我變執政黨了 而且是個無能的執政黨知道嗎 貪污又無能的執政黨叫民進黨 因為那個趙家寶貪污 高雄抓貪污被抓到不是我亂講話 一個那麼腐敗貪污的民進黨 然後去年大敗1124大敗 然後居然 馬英九把你限制出境就限制出境 就不准去中國就不准去中國 國民黨屁都不敢放 所以國民黨是一個全世界最窩囊的政黨 國民黨把陳水扁關起來 那陳水扁關起來不是國民黨 陳水扁關起來是 愛德蒙提供資料 愛德蒙是誰你知不知道 國際洗錢 國際洗錢 防治組織 不是啦 愛德蒙是CIA外圍組織 美國中情局外圍組織 因為陳水扁跑去罵他 跑去搞一邊一國 那個布希總統罵他你就忘了嗎 罵他什麼你就不記得 麻煩製造者 不是 罵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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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他美國財產充公你忘記了嗎 所以美國才是台灣的老大嘛要搞清楚嘛 結果 國民黨窩囊到這種程度被限制出境被管制出境 國民黨的 做立法委員屁都不敢放 所以國民黨是一個讓人家瞧不起的政黨你知道嗎 好現在機會來了 就出現兩咖 突然間莫名其妙國民黨出現兩咖 一咖叫做韓國瑜 居然能夠贏高雄 第二咖是誰 你知道吧 郭台銘 郭台銘也是個異類你知道吧 郭台銘跟他們不一樣 郭台銘超代總的你知道吧 他最近在幹嘛 他跟老共嗆一下 沒有綁鞋帶 綁鞋帶是說他怕被那個機器打到頭 他被那個機器打到頭 可是郭台銘的勇敢程度 超過國民黨任何一個人 郭台銘勇敢的程度 我告訴你郭台銘那麼有錢 我給他一個定義 郭台銘到今天那麼有錢一個人他選總統幹嘛 他幹什麼你知道吧 他是我看到一個 充滿了 勇氣 而且不斷的向自己挑戰的一個成功企業家 他沒有必要啊搞這個幹嘛呢 他可以帶三個四個帽子 沒人家拐的 他用有性回照 他選當總統 只能 沒辦法帶睡衣 也不能帶小三 什麼都不能幹 而且他錢還要捐出來 他早已經壞掉了嘛 對不對 他幹這個事情幹什麼 所以這家要幹什麼 他非常帶種 你知道嗎 他看到一個機會 他看到一個顛覆 台灣的機會 看到一個翻轉台灣的機會 如果今天蔡英文有那麼多錢 蔡英文有那麼多地位幹什麼 你看 蔡英文當總統之後幹什麼 什麼事都沒幹 就什麼事都沒幹 蔡英文就是什麼事都保守嘛 對不對 就變成那個清朝以前那個梁廣總部業名稱 你記不記得 不戰不祥不死 不戰不祥不走 反正什麼事都不幹 然後每天聽清朝流的話 聽花媽的話 郭台銘勇敢 他有100億美金的身價 他發神經病跑出來選總統 然後跟美國搞 然後去跟老共搞 他搞這些幹什麼 他發現台灣有機會 搞AI搞這個所謂的美國供應鏈轉移的過程當中 把台灣的經濟翻轉的可能性存在了你知道嗎 這個我目前看到不管他會不會成功 但是他是最勇敢的一個候選人 他最帶種 那另外一個笨蛋就是就是那個草包韓國瑜也很帶種 韓國瑜的因為他草包 他說有勇無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國民黨的立法院你看到的 如此的不計 如此的窩囊沒有用 結果出現了兩個總統的候選人非常有力量 這個讓是歷史上 非常少見的案例 那這個事情會改變台灣的命運 好的謝謝各位觀眾 那歡迎明天同時間回到我們 武董看大選 謝謝大家謝謝